这是美国的地铁站 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向社会大众解说 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 他和摩托过这个摩托的 是她的爱 然后我们移动到谢谢 然后你能看到他在这种摩托的 如果你读英文你已经知道这种摩托的 现在 Mr.Emoto说 这种思想和计划是一种动力的 在这种动力的 the science of how that actually affects the molecules is unknown except to the water molecules of course and it's really fascinating when you keep in mind that ninety percent of our bodies are water makes you wonder doesn't it if thoughts can do that to water imagine what our thoughts can do to us 人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念头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那么请看下面的科学实验 水能够看得懂人的意思 在玻璃瓶上贴上感恩感谢 水的结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管用哪国文字 只要人的心是感恩的心 意念是感谢的意念 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好 这是中文的感谢 这是葡萄牙文的感谢 这是韩文的感谢 这是芬兰文的感谢 这是俄文的感谢 这是罗马尼亚文的感谢 这是泰国文的感谢 这是西伯来文的感谢 这是土耳其文的感谢 再给瓶子上贴上其他内容 比如夫妻之爱 水的结晶竟然是大结晶拥抱着小结晶 就像告诉人们夫妻恩爱中 各自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再贴上家人之爱 水的结晶竟然一层套着一层 重叠在一起 如同三代同堂 仿佛在告诉人们真正的家庭之爱 是老幼不能分开的 再贴上邻居的爱 水结晶里面的六瓣 紧密的围凑在一起 好像在互相帮助 再贴上相思相爱 水结晶竟然出现阴阳两种样子 就像一男一女 仿佛告诉人们 男女有别 各守天性 才能紧密在一起 相亲相爱 再看这个水结晶 它是不是非常的美 你知道给它贴上了什么文字吗 就是人们常常说的 也是人们最爱听的 我爱你 这些无数的美好的水结晶 这些几百万次的科学实验 揭示出来了 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和真理 也就是说 不管是人类 还是山河大地 世间万物 没有不喜欢美好的 没有不需要爱的 你真正爱它 它给你的回报 没有不是美好的 连水都需要爱 更何况人类呢